10月17日 投资鸿海不同时间长度会有不同的报酬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台股下跌9点,成交量2740亿 指数收在16642点 一早台股因为美股大涨而上涨118点 接着AI概念股开始涌出卖压 之前AI概念股一周都仅会下跌一天 随着外资群卖得差不多后 现在每天都是AI概念股血奔日 今天外资群卖超伟创1048张 投信近三个交易日也开始在卖出伟创 今天外资群也卖出广达3685张 连续七个交易日卖出广达 投信已经连续四个交易日卖出广达 之前我就说过 伟创、广达、英业达、光宝科等个股 营收及获利根本还没有出来 股价就先涨4到5倍 很明显就是智商税 会去买所谓AI概念股的散户 基本上都是0到5张的无知小散户 这些人对公司价值不了解 眼睛中仅有股价 这种人就是最容易割韭菜的 外资群在伟创及广达上 合计卖出几十万张 大赚了三倍及两倍的差价 这些钱一定就是这些无知小散户支付的 很多散户会觉得奇怪 到底是谁赚走他们的钱 他们一直以为是万恶的空方 其实一买一卖成交易 外资群在45元以下买到伪创 在100到120元卖掉一半以上 最近手上仅剩下30元成本以下的伪创 又在95到105元卖出 当外资群低买然后高卖后 钱就被外资群赚走了 散户看到AI概念股上涨时 常常会出来呛说伪创 逛达 光宝科 英业达比红还好 其实单纯是他们愚蠢罢了 你可以花100万 1000万 1亿去买一颗石头 成交后你敢拿那颗石头去和台北大安区的房子比价值吗 你敢说这一颗石头我花了1亿买 台北大安区的房子一间才3000万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这么蠢 在股市中就有散户啥到花了天价买了没价值的公司 然后出来炫耀股价比红还高 想要股价比红还高 那还不容易 你就去找一些第二股 花个几千万 然后每天挂涨停买 几十个交易日后 股价一定就是比红还高 但重点是你花了这么多钱买一些没价值的公司要干嘛呢 我是不懂有啥好在那沾沾自喜的 当初一堆傻蛋在那红海100 伪创200 广达300 我说过 股价一时涨比红还高 不代表比红还有价值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这也是我一直敢和大家说 红海这价格我敢买着买五年 放十年 一些低级投机客买了广达 伪创 光宝科 英业达 他们连两年都不敢放 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他们是要投机 在那喊出伪创200元 广达300元 单纯就是让一些无知的小散户 去买他们手上没价值的股票 现在低级投机客都出光了 就剩一些可怜的无知小散户 现在赔了一堆钱 当初带头的现在可能已经改个名字 化身成三名 一直在酸广达 伪创 光宝科 及英业达 我说过 大部分的人都只敢去打落水狗 很少人敢像我这样 在上涨前及最强势时 就在那提醒 最近敢出来说 AI概念股市骗人的的多的去了 现在出来说 单纯就是打落水狗罢了 而我上涨前 上涨中及下跌时都敢出来说 一开始我就说 AI概念股市一个局 主力已经在低价布局 一个死局在里面等散户了 那时提醒你听得进去 你就不会进去受到伤害 过程中我也敢和你说没价值 不要傻乎乎的去追高 现在股价跌下来时 我一样是告诉你 AI概念股没有价值 你不能去向下摊平 因为目前距离真正的价值区 还差得很远 向下摊平的话 你一样还是会受重伤 影片第一段来看一下 鸿海明日举办科技日电动车进展成交点 明天鸿海要举办科技日 要发表一些新的电动车产品 这就是鸿海产业面相关的事件 投资鸿海很简单 你就是买进并持有 然后花时间等待 这样你就能赚到钱 在市场很多人看摔时 你要多买一些 然后就一直抱着 这就像广达60元 伪创30元一样 大家之前应该不会看 我一直去说广达60元不好 也不会去说伪创30元不好 这样的股价就差不多是净值 每年报酬率有5到10% 光用时间就能问盈 一家公司有没有价值 其实可以透过基本面 及产业面知道 之所以我可以一直在股市中生存下来 道理也很好懂 我可以知道哪一些公司有价值 哪一些没有价值 在什么价格买会受重伤 在什么价格买单纯 用时间就能问盈 很多散户进到股市中不是投资 他们是进来赌博及投机 最终赔钱了 才在那块股市坑杀你 公司一年就是能赚真金白银5到10% 你得到这样的报酬率是天金的益 理所当然的 当你看不起这样的报酬率 想要一年一倍 三倍 五倍或十倍 那你自然就是要到股市中和别人博傻 常常去哄一些无知的散户去买天价的个股 当一个名字被搞臭后 就再换一个新的名字继续在股市中招摇撞骗 想要一直在股市中存活下来 唯有中长线价值投资才办得到 我可以在公开讨论区6到7年的时间 一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忙个事情 一部流神AI概念股又写崩了 早上看完开盘后 看到伪创上涨1.8元 股价来到99.8元 然后就去忙了一下事情 中午再度看一下股市 发掘伪创股价又崩盘了 早上看到鸿海股价上涨0.5元 收盘再看一下仅下跌了0.5元 这就是很现实的事 当你在AI概念股中投机时 只要你稍微不留神 也许去工作一下 开会一下 结果出来就猪羊变色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本业真的能专心地工作吗 相较之下 鸿海每天就是上下0.5元的波动 上涨各两元或下跌各两元 就算是大涨及大跌了 就算一时外资群发起 狠做了一个波段的攻击 在10个或20个交易日做攻击 股价从106.5元跌到102.5元 你不要理他个一阵子 忽然再把交易软体打开 发觉股价又回到106.5元了 外资群忙活了一个月 结果股价跌下去4元 结果一两周的时间股价又涨回去了 这样的情况仅会发生在很有价值的公司上 如果你买到股价在疯狂区的 原本股价160元 可能半年后回来看 股价就剩50元 一年后回来看就剩30元了 这样的公司 你敢压身家及开杠杆吗 从5月多来 会去买伪创的就是0到5张的无知小散户 他们就是用自己的钱去买个教训 反正0到5张大概就是几十万元 了不起就是赔个几万到几十万 让无知的小散户知道股市的险恶 想要进到股市时 你还是得先学一下基本面及产业面 这样你才不会买到一些没有价值的公司 以AI概念股目前的股价 跌下去可能是一辈子不会再涨回来的 就算股价已经跌很多了 但目前还是完全没有这个价值 但一些中了锚定效应的散户 他们会觉得都从161元跌到94.7元了 这样好便宜 从94.7元还能再跌到30元 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 当初外资群把尾创从120元拉抬到160元 外资群根本没有打算卖在这区间 接下来在100到120元之间整理 外资群主要就是要在这区间把尾创出掉 现在跌到100元以下 外资群手上的股票眼睛闭着卖 都是能赚三倍差价以上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 投资鸿海不同时间长度会有不同的报酬 会有一些新进来投资鸿海的网友 他们不了解中长线价值投资是多长 对他们来说 以为一年就是中长线价值投资 但对巴菲特来说 所谓的中长线价值投资是10年 20年 30年 甚至是50年 今天来看一下买进鸿海一年的网友 再看一个买进一年多的网友 最后再来看一个买进4年8个月的网友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他们的报酬率有什么不同 之前我一直和大家说 现在的价格买进鸿海 然后你放6年 输得算我的 赢得我们一人一半 大家可以透过买进一年 一年多及4年8个月的网友报酬率来检视一下为啥我敢这样说 之前我有和大家说过 股市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所以股价及价值不一定会随时随地的跟上 而且股市中存在投资及投机两种人 对价值投资者来说 要的就是公司赚到的真金白银 没有配出来的获利就反映到股价中 对投机客来说 他们要的就是一买即一卖的差价 对他们来说公司有没有价值不重要 重点在差价 这就是为什么股市是非理想的地方 当你把投资的时间一拉长 时间就会把不理想的事件给抹平 只要在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的位置买到 时间越久 你的报酬率就会越明显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鸿海明日举办科技日电动车进展成交点 2.忙个事情一步留神AI概念股又斜崩了 3.投资鸿海不同时间长度会有不同的报酬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43.88亿 投信卖超台股4.93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25.66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74.47亿 外资群期货减少194口 期货留仓空单1226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多单1151口 今天台股成交2745.79亿 下跌9.69点 跌幅0.06% 收在16642.55点 电子上涨1.47点 涨幅0.18% 收在820.65点 金融下跌4.84点 跌幅0.29% 收在1645.96点 10月11日及12日两天 外资群连续大买两天 合计买超472亿 指数分别上涨151点及153点 最近三个交易日外资群合计卖超261亿 把买的卖了一半掉 指数下跌43点 下跌130点 下跌9点 合计下跌182点 之前我有说过 外资群在10月5日及6日两天合计卖超47亿 结果指数分别上涨180点及67点 外资群这时就知道市场买方的力道比较强 外资群就干脆再向上拉300点 然后把买到的再卖出来 看可不可以造成散户人采人 回想一下 外资群及自营商近三个多月下来 大卖了6000多亿 结果手上的股票都快卖光了 散户竟然没有出现人采人 而且在卖的过程中竟然还出现大涨 外资群在连续大买两天后 再连续卖三天 指数似乎也是按照他卖的部位在下跌 也就是买了472亿上涨了304点 卖了261亿下跌182点 看大盘整体的话 似乎看不出来散户有人采人的现象 不过以个股来看的话 外资群就是买大型全职股 然后让AI概念股写流程和 其中伪创 光宝科 音业达中的散户已经被杀到怀疑人生了 当初我就说过 买这种没有价值的公司 未来下跌有你的份 上涨你就不要妄想了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投机 只要你胆敢向下摊平 最终一定会让你赔到家破人亡的 以目前AI概念股的价位来说 很多散户都赔了不少钱了 但距离底部还差得老远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美商高盛 买了935张 第二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879张 第三名的是元大 买了793张 买第四名的是凯基 买了690张 第五名是凯基高美 买了327张 买第一名的美玲 买了1879张 买第二名的是法英巴黎 卖了1462张 卖第三名的是摩根大通 卖了1164张 卖第四名是玉山 卖了750张 卖第五名的是花旗环球 卖了521张 今天卖超红海最多的是美玲 卖了1879张 今年以来美玲已经卖了10万张了 就是要和红海杠起来了 当大家看到外资群在红海中的行为 你就要知道当外资群卖了AI概念股后 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现在股价仅出现明显的下跌 距离外资群的见及主力的坏 那还差得很远 未来散户就会知道什么叫做 技术现行及股价 都是外资群及主力说的算 要股价涨就涨 要股价跌就跌 大盘上涨 AI概念股下跌 大盘下跌 AI概念股大跌 今天红海成交量在凉缩到仅有15639张 下跌0.5元 股价收在106.5元 外资群卖超3367张 光被鬼打到的美玲就卖了1879张了 一早红海股价最高来到108元 这时会有人说 会不会主力炒红海科技日行情 今天拉高出货呢 其实今天也不是仅有红海开高走低 台股指数今天最高来到16770点 上涨118点 最终指数收在下跌9点 台积电今天上涨6元 主要就是AI概念股在写流程和 最近一般讨论区上比较没有出来 呛说AI概念股很棒 他在AI概念股赚很多的声音了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懂 一般低级的投机客看到外资群卖了 他们也会脚底抹油跟着一起跑 当跑了后 自然就不会再出来找人呛声 另一种是不但卖了 他还反手放空 当初在那吹得有多好 现在就踹得有多狠 我说过 短线无朋友 你不能听信一些低级投机客的话 以统计的角度来看 伪创已经跌破了月线 季线 今天下跌到94.7元 差不多快要跌到半年线 按照这样的跌法 下一次伪创应该就会被踢出0050 接下来高股息ETF做调整时 广达 伪创 英业达 光宝科等个股应该要被踢出去高股息ETF 目前的高股息ETF都有3000亿的规模 都是几万张到十几万张的卖压 当高股息ETF卖出时 散户就会知道什么叫跌到你怀疑人生 新闻说 鸿海将于18日举办科技日活动 电动车进展成交点 市场人士惊天透露 当天鸿海将展示Model C平台 为核心的首款电动挂牌车 也将揭露Model B招商车量产规划 鸿海科技日将于18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登场 上午厂次董事长刘扬伟将分享鸿海集团策略远景 鸿海也将分享电动车与半导体策略 鸿海电动车策略合作伙伴也将进行对话 预期晶片设计大厂挥达 NVIDIA 创办人黄仁勋 将在鸿海科技日现场分享与鸿海合作车用晶片与应用进展 鸿海日前在官方脸书释出新款电动物流概念车Model N以及Model B都会电动车款量产版短影片 18日科技日当天接近中午 鸿海将发表新款电动车 市场人士今天向记者透露 鸿海科技日将展示Model C平台为核心的育龙纳智杰 LuxGen 首款电动乘用挂牌车 预计也将揭露Model B招商车量产规划 也可能展示Model B量产新车色系 对此 鸿海表示不予评论 鸿海与玉龙合资成立的鸿华先进曾表示 Model B招商车预计10月亮相 法人预期 鸿华先进最快第四季推出Model B招商车款 初步锁定台湾市场 进展配合玉龙纳智杰首款电动乘用车销售状况 鸿华先进已发表Model B Model C Model E Model T等电动车原型车设计 其中首款产品电动巴士Model T量产车已在台湾销售 首款电动乘用车Model C量产版已设计完成 台湾量产车预计今年第四季交付 Model C国外量产车预计2025年第三季交货 以前AI概念股是天天涨 涨不停 涨到股价已经脱离了公司基本面 现在外资群卖光后 散户就开始长到天天跌 跌不停 一直跌 早上伪创开盘上涨1.8元 股价来到99.8元 我就稍微去忙一下事情 中午再看一下伪创股价 发掘已经来到94.8元了 今天伪创收在94.7元 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像948.7 伪创今天波动5.4% 持有伪创的散户应该是有长到外资群的见己主力的坏了吧 当外资群出完货后 他们直接就是不演了 常常就是让伪创股价崩跌 平常有在追踪红海的人都会知道 外资群见到一个夸张 以最近美琳来说 一直拼命的把红海股价打下去 就算卖到没股票了 每天还是能一买及一卖亏几十万元 就是要让红海股价下跌 要不是因为红海股价就在净值附近 每年能赚资产的百分之十 不然外资群这样搞红海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自我心里面崩溃 我说过 如果外资群把这一招用在光宝科技伪创上 目前伪创净值才33.5亿元 今年上半年仅赚1.23元 外资群把伪创的股价打下去 完全没有什么难度 不要说从161元达到现在的94.7元了 达到40元 30元也是可以的 这时会有散户说 怎么可能跌到30元 我只能说 去年这时候的伪创 股价就是30元不到 去年的获利还比今年好 以红海这种连续35年获利 35年配息 近20年获利平均有10%的一流公司 外资群都敢耍剑的把股价达到长期和净值差不多 要去打伪创 那也仅是分分钟的事 之前我就一直和大家说 当股票在三大法人手上时 他们会互盘 会拉台 现在外资群在伪创中 已经获利了结几十万张了 大赚三倍差价 拨断仅剩3万多张 现在外资群去互盘伪创干嘛 近三个多月以来 伪创中0到5张的无知小散户增加了十几万人 占千张大户卖的75% 所以拨断外资群到货的伪创 统统都是被无知的小散户买走 对短线客 投机客及当充客来说 这些无知小散户是最好玩弄的 反正伪创中没有大人 他们只要拼命的向下贯杀 自然无知散户就容易人踩人 无知小散户有一个特性 就是很敢去追价 在砍股票时 无知小散户也不会和你客气的 在他们眼中没有价值这两个字 反正赔钱时 他们不爽就是砍 不然就是赔钱恐慌就是砍 之前有散户说伪创100元是钢底 真的是爱说笑 30元叫钢底我还信 之前觉得伪创股价该赢红海的 我就说了 时间就会让你知道谁才是正确的 说红海股价一时赢伪创 给大出来炫耀 真的就是爱说笑 有一点点基本面概念的人 哪一个人会觉得伪创比红海有价值 当初伪创 和硕及力训联手要对抗红海 最终红海的营收及获利还是越来越高 对红海来说伪创就是一间三流的公司 拿伪创和红海比 红海听到都哭了 之前我还看到一些没良心的ETF 说台湾科技50 把台积电 联发科 大力光 台达电 联电放进去 正常来说带工厂要放红海 结果拿家ETF放伪创进去 说伪创是带工厂一哥 这种ETF到底是怎样 这就是一般散户喜欢的ETF 他们敢睁眼说瞎话 单纯就是让散户去买他们要到货的伪创 用伪创和红海相比 我们就先比营收 刘董说过 没有是战率 和谈竞争力 去年红海营收6.6兆 伪创9846亿 红海营收是伪创的6.7倍 那家ETF说伪创是业界第一 这个经理人的证照是鸡腿换来的还是怎样 我和大家说 ETF发行商 券商 外资 法人等 这些人在短线不会是你的朋友 如果要玩短线的话 一买一卖成交易 他们就是要赚走散户的钱 所以也许并不是他们不够专业 单纯就是为了要去赚走散户的钱 然后良心被狗啃了而已 一些无脑买ETF的人 有一些ETF算是正派 有一些ETF 仅是混了5到10%奇怪的公司进去 一般的散户因为不懂基本面及产业面 他们连一档股票都不会去研究了 更不用说去研究ETF 持有的30档或50档股票 所以常常就会有ETF在那鱼目混珠 然后把散户当珠 网友Leo在说 A大分析的是硬道理 想要长期在股市生存 确实要听A大的 但A大对于ETF的贬义 部分我并不认同 这么说好了 所谓长期是多长 如果我们以10年以上称为长期好了 那请问0050 0056这些ETF 都已经超过10年了 若投资人长期持有 就结果来看 也是有相当的获利的 别忘了 ETF也是会换成分股的 这就是ETF的操作及生存之道 对的 因为没看过其他影片 只是看到这只 所以才会有这种误解 但是我还是很赞同A大选股 一定要看基本面的论述 分析精辟入力 不是为股海之一展明灯 以按赞订阅分享 会再多看看A大其他影片的 频道网友A回答 你可能看A大文章时间并不长 看得久的人都知道A大说过 ETF长久持有还是可以获利 但是你就是多支出一些成本 你会发现宝藏的 A大每日都有专闻 我追踪A大有三年了 比我更久的大有人在 重要的是 听了赵作 财富自由指日可待 祝福你 频道网友L8O回答 这就是你的资产配置 分散风险我觉得没有对错 但ETF我只认0050 及006208稍微正派 其他都是策略型的 主动型的 韭菜型的 所以买ETF还需要注意它的成分股 A大回答 有长期看我文章及影片的人 就会知道 之前我说过 ETF就是因为0050取得重大的成功 接下来换0056成功 因为有了几档正派的ETF成功后 接下来很多投资者就开始去买ETF 但后面主题是ETF 高股息ETF 半年配 季配 月配 返向ETF 两倍ETF 原物料ETF 债券ETF 国家ETF等 很多的ETF越走越偏 它们渐渐变得以收管理费 手续费为主 后面开始有一点炒股的味道 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去买 ETF追求市场热门的标的 集中去炒了爱概念股 然后还敢说是高股息 我是不懂哪儿高股息 最近还有一些ETF去买中小型股 随着ETF规模越大 那些中小型股的股价就被炒翻天 都快要持有中小型股的10%股权了 这时有趣了 投资者明明是想要中长线投资 结果这些ETF为了竞争 为了自身的规模 然后去追天价没有价值的个股 一开始投资人看不出问题在哪 但时间久了后 你就会知道问题在哪了 之前在投资人不懂时 发行了台湾50反一 VIX 石油正二等 这几档ETF害了超多的人 随着时间越久 很多散户知道反一这种是坑人的 但目前一些不正派的高股息ETF 这些其实也是走偏了 我相信有一点基本面功力的人都看得出来 但没有多少人敢去说 一些ETF规模很大 一般的网友也不会想去得罪金主 毕竟一年几百亿的管理费 只要有一点点留到网友 财经作家 媒体上 这就是一块很大的饼 散户自己不好好的做功课 他们在买进ETF时 他们从不会去看ETF持有哪一些个股 一家ETF值不值得买 取决在它持有哪一些个股 如果这些ETF规则是高股息 结果手上持有一大堆个股都不是高股息 我是不懂规则是拿来干嘛的 所以我个人建议 花个三到六个月学好基本面 当你买进有价值的公司后 其实没有必要一直换股 那些ETF是为了赚钱 因为越是频繁的换股 这样手续费能收越多 如果ETF和投资人说 他们就买了红海然后十年不动 你觉得投资者会每年付管理费给他们吗 自然是不会的 所以ETF每天在那装忙 其实一部分也是因为散户害的 网友Jason Wang回答 听A大文章四年多了 虽然有重复的内容 但重要的观念每次听都还是相当受用地分享 且有不同的体悟 尤其搭配每个时期的股市波段疯狂涨跌习力 如新耀股 当铁股 AI股 刀股息ETF等 更能验证A大分享的这些观念与新法 能确保未来投资不会误采雷区 感谢A大天天无私的分享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去年鸿海科技日买了鸿海 成本在104元多 放了一点鸿海股价没什么涨 所以仅有小赚一点 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德伦回答 我鸿海成本也是104元多 也是去年开始持续买到现在 零过两次息了 股息收就100万了 什么叫小赚啊 之前我在赵丰金含摇苦手了9年 佩席加一加 成本变成20多元 终于等到赵丰40元以上的两倍价 A大说的鸿海两倍疯狂价或是三倍的 我是绝对相信 赵丰金虽然让我赚一倍 可是我也没全部重压这一档 也不敢因为信心不够 也是有买一些特别股之类的 去年全部换装到鸿海 单压鸿海 最主要是去年看到了A大分析鸿海 真是惊畏天人啊 鸿海没有A大的分析 我自己是看不懂鸿海的 如果我没有换到鸿海 一样是之前的配置 去年金融股的上冲下息 特别股赚了配息赔了股价 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 所以我特别感谢A大啊 A大所说的 留下来的最后都是长期投资者 我是绝对相信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 还有无子登科的人生陷阱 我和老婆分析过 小小资族之所以还有钱可以投资 是因为我们没有买房 老婆是闲内住 这样就少了二科 老婆光听到了A大的小资族 要存到一千万 这一篇就说一定要投资鸿海 因此夫妻在投资的方向是一致的 总之要感谢A大 还有加入频道讨论区后 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宝贵知识与经验 如解保单 解定存 美金换回台币等等 总之就是谢谢大家 A大回答 上面两位网友一样买鸿海 但最终结果不一样 一个是在去年科技日买的 所以差不多就是买了一年 领了一次股息 另一个也是去年买的 不过就是在除息前买的 所以领了两次股息 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和大家说 我都是在三到四月时买进 因为有一些傻瓜眼中仅有股价 他们不要鸿海一整年赚到的钱 如果在三到四月买到 再等几个月就能领一次息 等于就是我持有一年三个月左右就能领两次息 有了这想法说 我再让大家看一个持有更久的例子 富途是从2019年4月19日开始布局的 第一年到除息前合计布局了40张 第一次股息领了16万 累计到2020年领股息前又买了76张 合计持有116张 所以第二年的股息领了48万7200元 到了2021年领股息前又买了9张 累计持股125张 鸿海第一年配4元 第二年配4.2元 第三年配4元 所以第三年领了50万股息 到2022年领股息前又买了5张 这一年鸿海配出5.2元 所以领了股息67万6千元 到2023年领股息前又买了15张 所以累计持有145张 今年鸿海配出股息5.3元 合计领了股息76万8500元 这就是投资4年7个月后会有的情况 领了5次的股息 分别是4元 4.2元 4元 5.2元 5.3元 大家应该有看到持有一年领一次股息 持有一年多领两次股息 还有持有4年7个月领5次股息的差别吧 这就是富力的威力 你持有的越久 张鼠越多 最终得到的获利就会越夸张 我们把持有4年7个月的网友数据做一个整理 因为鸿海4年7个月下来赚了将近40元 配出了22.7元 所以还有17元流到净值中 最终是有反映到股价中 这部分就属于差价报酬 所以大家有看到鸿海股价在107元时 这位网友的未实现损益为369万1242元 累计时收股息259万1700元 合计股息加差价利益628万2942元 目前145张的总市值为1551万5000元 累计投入1177万108元 这1177万是有把拿到的259万复利在投入 实际上这位网友投入的金额就是9179308元 也就是投入了917万 目前总市值1551万 赚了628万 报酬率68.48% 别人一开始持有40张 后面薪资 奖金 股息 个人信贷 股票值借在投入 累积到后面张鼠越来越多 每年的报酬也越来越高 这就是所谓的聪明的人找方法 鲁蛇的人总抱怨 一些鲁蛇常常就觉得自己买了一年就要发大财 然后也不懂得复利再投入 也不会想办法的去增加张数 更搞笑的是是 持有一年就想要发大财 大家有看过巴菲特 他总资产的95%都是65岁之后才得到的 巴菲特复利了60年了 这位网友财富力4年半就有不错的成绩 所以我一直和大家说 财富自由三要素 知识 资金及时间 一开始你要先有知识 这样才能选到一档有价值的公司 你要有知识 你才能去使用金融负债的工具 你要有知识才能去找到对你有帮助的人 接下来你需要的就是资金 这部分你可以靠本业赚 可以靠金融负债界 也可以和长辈合作 这就看你自己怎么做 最终就是时间 这一点大家都一样 你持有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最终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不同的 这一个网友的例子 第一年也仅领了16万的股息 第一年的股票差价是赔 第二年领了48.7万 差价也是赔的 第三年时 市场把净值和股价之间的差距补上 所以差价报酬就开始出现获利 接着第三年的股息来到50万 随着鸿海净值越高 除了股息会反应外 公司的获利也会增加 鸿海获利从赚8元变赚10元 股息自然也会从4元变5.2元 第四年的股息就从50万变到67.6万 第五年股息来到76.85万 最终股息得到259万 为实现差价报酬得到369万 合计得到628万 所以与其有时间在那怨天游人 不如想办法去增加自己的张数 当你增加得差不多时 就安心地过日子 财富自由三要素中的时间 就是需要慢慢地等待的 就算是大罗神到来也一样 有一些散户很短式的要快 结果去投机完短线 最终来得快 去得更快 以这位网友的布局 你觉得有任何情况能让他再赔钱吗 我个人是觉得很难 这就是价值投资的威力 一家能持续赚进真金白银的公司 越到后面安全性越高 随着你年纪越大 你越无法承受风险 所以我一直建议投资要趁年轻 而且年轻时可以冒稍微大一点点的风险 这是为了让之后的你更安全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河海沙巴 河海沙巴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河海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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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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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沙巴 河海沙巴 河海沙巴